小心的就是大家已经太依赖3C产品了 但是呢那个荧幕啊散发出来的蓝光啊 被宣称说是造成眼睛黄斑病变的主因 所以现在所谓抗蓝光商机跟着大大提高 有的是你的手机啊这个抗蓝光 它看起来又有点黄黄比较绿的 不是那么蓝的那么刺眼 还有药妆店呢 现在啊超商啊什么的网购都可以买到抗蓝光眼镜了 除了眼睛之外呢 你常提当低头足啊 肩颈的伤痛都会早上门来了 医生建议大家姿势要端正 最好隔一段时间就起来伸展一下 不然的话你那个没有放松肩颈啊 疼啊你又知道啊 你有戴眼镜的话 那我们就会建议用这种夹饰的 细心介绍眼镜特色不只有夹饰还有胶框 但这里不是眼镜行是药妆店 可以过力掉 一样是可以过力掉 那这个的话是可以过力掉36%的部分 药妆店从去年底开卖抗蓝光眼镜 到今年为止业绩已经成长15% 看准的就是现代人高度依赖3C产品 而药幕蓝光又被认为就是造成眼睛黄斑病变主因 也因此相关商品纷纷出龙 不只药妆店就连超商网购也加入战局 搜寻关键字抗蓝光出现将近40种商品 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业绩更是翻倍 商机潜力大 此次3C产品用久了 除了眼睛其他毛病也跟着上升 海中一名国三生每天低头念书滑手机超过5小时 导致肩颈胸椎肌肉使用过度 韧带发炎 一低头就酸痛 甚至得注射高浓度葡萄糖液进行治疗 当我们姿势不好的时候 我们如果说头一直低着往前的话 那我们颈部的这个肌肉啊 那跟脊椎附近的韧带 那甚至到腰部都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这个伤力去影响 下巴轻轻的回缩 那想像这个头上掉了一个气球 把我们的头往上带 低头看书滑手机除了注意姿势 医师建议还要适度放松肩颈 做做伸展运动 最重要当然是适度减少使用3C产品时间 才能避免病痛找上门 记者阿公文 邁高嘉福 台语报道